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囚徒是个狼 那囚徒的狼同伴是谁呢 所以大家就带着这样的怀疑 一直不停地发言不停地发言 而由于Lucky跟JY是两张盗狗狼 所以他们虽然战变的是追目鱼 但他们的发言其实并不好 所以在好人的视角里 他们觉得Lucky跟JY可能是两张狼 那他们一起战变的这一张真鱼人家 可能就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到后置位 囚徒一番比较打动人的汗跳发言以后 我觉得场上大部分的好人可能有些动摇 那由于有两个盗狗狼的存在 所以在真鱼人家追目鱼的视角当中 他点的狼坑其实是有偏差的 两个盗狗狼他都认为是两个好人 那他还要找起另外两个狼 他就势必会点到好人 那他点到的好人 请一想 哎 你怎么把我打进狼坑了 那你一定是一个汗跳 所以对于这一局游戏来说 盗狗狼的存在导致了真鱼人家的视角出现了偏差 军鱼打得太强势了 他点13684个是定费 点到了两个好人 一张桃子以及绍帮主一张牌气票 那被他打成可能是盗狗的一张网 投了反票 加上两张盗狗狼在投票环节投了反票 所以导致第一天的票情非常的可怕 那真鱼人家军鱼被扛退在了白天 由于真鱼李景跟真鱼的911虎九神 一个在井上 一个在井下 都已经强势的起跳了 所以当第一天真鱼人家被扛退之后 好人的轮次已经落后 那狼队就直接砍死了李景 而李景发现轮次已经落后以后 他也没有站回那边 他想 你真鱼人家打我的饮水 那我就堵你的精水 所以在第二天我又吃了个毒 而九神也被砍死在晚上 当时场上四郎在场 女巫很孤单地立在那里 那少帮主作为第一天吃刀且弃票的一张牌 很可能是害怕吃毒的一张牌 所以狼队其实已经找到了女巫跟猎人 所以狼直接选择自保落了两刀 那第一局游戏 狼赢的应该说是比较精彩 他们打的战术就是两只倒过狼 去站边真鱼人家 做低真鱼人家的面 那当真鱼人家盘不起狼坑的时候 势必会打到原本可能站对边 甚至站错边的好人牌 那好人就回不了头 在冲票的环节 两个倒钩狼人及时地变票 就是站回自己汉条狼的队伍 在白天把真鱼人家冲出去 所以这一局狼的这个倒钩真鱼人家战术 使用得非常强的 而真鱼人家冲鱼可能把位置打得太死 没有给其他好人留下回头的空间 所以这一局应该说狼赢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第二局游戏呢 我依旧是一张平民牌 锦上少帮主跳了一个真鱼人家 而大宝在后织有汉跳 查杀了J1 狼再次选择了一个倒钩战术 在锦下投票的阶段呢 只有我跟李锦一张平民牌 跟一张女巫牌站错边 所以在我们看清自己底牌的情况下 我们一度怀疑 是不是我们站错边 还是仅有我们两张站队边的好人牌 所以我们在锦下试图为大宝号票 但是到大宝发完言之后 在锦上认了一个平民J1 在锦下跳了一张猎人牌 那场上的局势就变得非常明朗 因为猎人是一个可以自证身份的神牌 且他可以把轮次追回去 所以我们白天如果只要推掉猎人 那猎人开枪 那就足以证明少帮主是一张真猎人牌 而大宝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到后主委发言的时候 场上只对J1是不是个真猎人 还是他们是狼插杀狼 做一个判断 那当少帮主真猎人牌发言的时候呢 少帮主罗列了所有的可能性 Plan A B C以及D 我觉得少帮主这一段猎人牌的发言 实在是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当时投的是大宝一张汉跳狼牌 但场上大部分的好人还是投了J1这张猎人牌 J1在白天直接开枪打死了一张影狼牌囚徒 为了实际上一直读错人的女物理警 可以读到汉跳狼这个大宝 那不出所料第二天大宝被毒 那场上死了两个神两个狼 好人的轮次呢还是比较领先的 到第二天只剩下九神跟小楼 两张狼人牌牌 他们跳不出身份 所以场上大部分好人都觉得 应该实时宜顺出 那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女巫跟九尾狐 带队的情况下实时宜顺出 好人虽然在轮次上没有领先太多 但还是比较轻松地赢得了这场胜利 这局游戏呢作为一张平民牌 虽然我在投票的阶段是投了汉跳狼大宝 但其实大部分的好人 还是希望一个可以自证的神牌 能为我们带队 那我们有时候在平时的游戏构成当中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汉跳狼查查到一张枪牌 我们希望那张枪牌可以开枪 那让好人能准确地站队边 平时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狼队需要汉跳一张猎人牌 那再卖一个狼出来 那可能嘴巴的形象太差 大家都希望JY直接开枪 所以第二局游戏 好人应该说赢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有一张可以自证的神牌带队 第三局游戏呢 运气非常不好 我仍旧是一张平民牌 且这一局游戏呢 相比第二局来说更加的简单 原因就在于汉跳狼九神 将一张精水牌发到了 郑云家JY头上 我们也可以得知JY真是一个天选之人 他上一局被汉跳狼查杀 他是一个猎人 这一局他被汉跳狼发精水 他又是个真一人家 所以作为一张平民牌 我们做的事情其实真的就是躺 因为场上狼都是很难存活的 那第一天九神发精水 发到郑云家JY头上 九神只能无奈选择自爆 在晚上呢 女巫追悟于直接读掉了一张 话也没有说过的隐狼 这个王 第二天起来呢 井上发言已经为大家揪住的 一张狼人牌李井选择自爆 自爆以后呢 砍死了一张平民牌 那最后一天 因为女巫在场 九尾湖在场 而第一天我跟大宝 作为两张平民牌 表水还过关 那剩下的位置 只剩一张少帮主跟一张小楼 而小楼是一张呛牌 所以少帮主在最后一天 甚至都没有什么抵抗 说了一句 那今天就出了吧 所以游戏就直接结束了 因为这也是我们所有 PanelQ正片的 最后一期的最后一局 所以大家心情比较放松 这局大家都说 放飞自我放飞自我 那大家都把自己放飞了 狼队其实是并没有放飞自我 他们非常想赢得这一场游戏 我认为九尘在井上的汉跳 也非常的好 但是非常不巧的是 他将精髓发到 真原家JY的头上 如果他能换个人 我觉得这一局 狼还是很有希望 但是命运有时候 就是这么巧合吧 JY作为天选之人 在这一期的游戏过程当中 真的是运气非常非常的好 那第三局狼也是输得 非常的惨痛吧 应该说